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之共白首 第53-54章 难舍难分被撞破 惊吓失踪闹翻天 路易释放思念情 震惊淋漓肺腐炎 更何况,刚才大人是说 媒婆建议成亲日期 最好是双月双日 可上司节也不差 不如就依大人所言 正好我也可以自己尝试着 准备些其他东西 总不好,什么事都要由大人安排 袁金夏颇为懂事 路易深吸一口气 他倒是不指望他操持针线 毕竟那块帕子 他一直都戴在身上 真的说不上好看 若是大婚时 嫁衣或者盖头上有袁金夏的手笔 他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路易将袁金夏送回了家 二人在门口依依不舍地道别 他们站在院门口 拥抱着彼此 谁都不想先放开 你们,我 哎呀 袁大娘担心袁金夏 趁着关门出来看他一眼 谁知道就看见了他们二人难舍难分的一幕 他走也不是 不走也不是 伯母,晚辈送金夏回家 即刻就走 路易也瞧见了对方的手足无措 立刻放开袁金夏 紧张的手都不知该放向何处 你们,你们也难得出去走走 不着急,不着急 袁大娘最终还是没有关门 静止回屋去了 边走嘴里还边小声嘟闹 大人 那,我先进去了 大人也早些回府 袁金夏三步并坐两步 背对着 路易拴好了院门 一想到方才竟然被自己的亲娘抓包了 她的脸上都红得能滴血了 路易回府时 盖书坐在院子里等她 还别说 看到这么正经的唐爷爷 路易很是不习惯 尽管这些日子 她成亲的事宜 大部分都由盖书和袁大娘商议 整个过程也都进行得很顺利 可她就是觉得不习惯 太不习惯了 我还以为那丫头今晚不回去了 你倒是个正人君子盖书一开口 果然没什么好话 不过这样也好 让路易知道了眼前之人并非他人冒充 而是获真价时的盖书 晚辈还以为前辈会留宿在医馆 您不也回来了 路易在口头上也不落下风 盖书一脸无奈 你也别打去我 线下有件正事要与你商量 既然日子也都定好了 明日就该拿着过大理的请妻礼书 再请上媒婆去原家商量迎娶的日期 尽量让那丫头能告好嫁 你呢 也将手头其他事放一放 嫁娶之事马虎不得 盖书一本正经的替路易操持 很有长辈风范 路易一应下 二人又对了些细节 这才各自回屋休息 次日一早 路易下了早朝之后 先是去北镇府司告了假 而后才与盖书带着相应的物件 与人再次拜访袁大娘和林大夫 袁金夏依旧不在 路易记得他昨日与自己交代过 也不曾过多关注 只与长辈们商量了迎娶日期 定好了三月三 而袁金夏此刻正在郊外 果然如他所料 这个案子最后还是交到他手里了 不过有些意外的是 许昌今日收敛了许多 都不怎么和他为难了 想来昨日路易踹了他一脚 将他踹清醒了 袁金夏一路跟踪贼人 终于停到了郊外的茅草屋 他已经盯梢了半个时辰 千里眼看得他两只眼睛都酸了 好不容易 终于等来了合适的抓捕时机 可是他这三脚猫功夫 实在有些不入流 与那贼人打斗几番 手上的弹丸用完了不说 就连手冲里的钢珠也不剩多少了 眼瞧着人就要跑了 他一时心急 竟然在打斗之间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贼人也是恶向胆边生 几番功夫便将他踹了下去 许昌一直等到下职 都不见袁金夏 嘴里骂骂咧咧 说他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这样的案子都搞不定 路易等了一日 都不曾见到袁金夏 担心他出了意外 派人去郊外寻找 只听来人 汇报他怕不是摔下了山崖 路易拿着的笔顿时一紧 纸上蕴染了大片墨色 袁金夏醒来时 发现自己身在一处 等头脑清醒些 便观察了四周 活动了身子 确定自己受伤严重 这才安分了些 姑娘 你可算醒了 屋外 进来一位中年妇人 袁金夏上下打量他一番 确定安全之后才敢开口 大娘 这是何处 袁金夏想要起身 中年妇人立刻将他按住 示意他身上有伤 要静养 不能乱动 老妇人将他是如何被救一事 悉数告知 袁金夏边听边分析 可是一听到他说 自己已经昏迷两日了 他便着急不已 一想到自己已经昏迷两日了 娘和姨有多担心 师父若是知道了 会不会愁得整夜睡不着觉 大阳和上官姐姐忙着照顾孩子 会不会因为他寝食难安 还有盖叔和陆毅几日见不到他人 是不是要找疯了 一想到这 袁金夏便想立刻起身 可是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处好地 背部受伤严重 胳膊和腿也是不满划痕 一时之间就算想出去也难 大娘 您能否帮我一个忙 我衣服里有一块令牌 您能否让大叔帮我送到城里北镇府司 袁金夏也不知能不能相信眼前的大娘能将令牌送去 可是她只能赌一赌 姑娘你别着急 我一会儿便让老头子送去 想必你昏迷这么久 家人也会担心 你先莫及 我熬了些粥 你喝两口再说 这位老妇人慈眉善目 说起话来也和蔼可亲 袁金夏神不知鬼不觉就相信了她 另一边 已经连着搜索了两日的陆毅神情失落 手中拽着袁金夏绣给她的帕子 黯然伤神 大人 外面有一位农夫送来了袁补快的令牌 说袁补快伤势严重 如今正在她家中养伤 门外守卫前来通传 陆毅听到后立刻上马 带着来人穿梭于闹市之间 此时的她还不忘安排层服 将袁金夏有消息的事情告诉众人 其他人得到消息也松了一口气 纷纷双手合十 感恩菩萨保佑 门被打开 陆毅看到躺在床榻上的袁金夏 再也克制不住 快不上前 不在意其他人的眼光 轻轻搂着她 想当年在枫林澳 她想用她入怀 因为二人之间不清不楚的情愫 她只能克制 再后来她经历了爱别离 那时候 她想抱抱她给她安慰 可是已经没了立场 如今 她终于可以不顾及繁文入节 不顾及众人异样的眼光 光明正大的抱她了 她颤抖的手 向袁金夏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害怕与克制 她怕她一眨眼 袁金夏就会从她怀中溜走 这一切只是一场梦 她怕自己情绪激动时太过用尽 伤了她 她委屈 是因为她从未好好保护过她 每每都是 在她受伤之后 自己才会持些片刻来到她身边 大人 袁金夏眼中带有迷茫的恐惧 和不敢置信 她没想到她的金甲神人真的来了 此刻就在她眼前 金夏 别怕 我来了 陆毅不知她伤在何处 不敢轻易碰她 手下的人已经准备好了车架 她小心翼翼地将她安置在马车里 这才返回来与大娘大叔道谢 今夏 林大夫已经到了 我已告知伯母 这些日子你便在陆府养伤 六扇门我也替你告了假 你不必担心俸禄 陆毅的双手轻轻拂过袁金夏毫无血色的面庞 她微闭双眼 静静地靠在陆毅肩头 时而眉头微醋 时而重重吐纳 伤痛的折磨使她失了以往的活力 一双手臂 哪怕受伤也孤着陆毅的腰肢 不曾放开 大人 我好痛 我以为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袁金夏说着 竟流下眼泪 这一刻 她卸下所有坚强 像一只病弱的小猫 躲在主人怀中 向她诉说自己的艰难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们都在 大家都在呢 陆毅一时也被她哭得慌了手脚 那种感觉就像当年她将她从严实翻手中抢来一般 陆福 客房其实早就收拾好了 林怡也已经准备多时了 她听说有了袁金夏的消息 心中虽然松了口气 到底没有见到人也放心不下 如今看到人还活着 只是受伤重了些 心中虽然紧张 却也不再害怕 袁金夏伤得很重 后背除了刀伤 便是划痕 胳膊上的伤口 又深又长 少不了一番折腾 更重要的是腿也骨折了 咦 清点清点 藤袁金夏趴在床上 任由林玲柔圆搓扁 你不妨再叫大声些 陆毅就在门外 让她听听你究竟有多疼 林玲语气有些臭 手底下到底还是轻了些 如今怕是谁都管不了她 可是一听说 陆毅还在外面 她便自觉地咬着帕子 不再喊叫 金夏 你说平常也就罢了 如今 离你成亲之日也不短了 你是不是应该 好好在家里养着 整日出去打打杀杀的 弄得自己一身伤不说 还让大家都担心 要是你这伤 在成亲之前养不好 岂不是又要另算日子 你可以为陆毅考虑过 她这些日子也忙得脚不沾地 这两日为了寻你 不眠不休 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 你们两个这么多年来 历经千辛万苦 如今好不容易就能修成正果了 中间可不能出什么岔子呀 姨也知道 若是让你放弃补快的差事 你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愿意 可是姨只有你一个外甥女了 以希望你一生顺遂 平平安安 玲玲语重心长 圆经夏最见不得她如此 于是拉着她的手 向她保证日后会爱惜自己 并且这一次一定好好养伤 好好喝药 绝对不会乱跑乱动 让她担心 这样的话 这三年来玲玲 已经听过不下千百回了 圆经夏每次都这样说 可每次都做不到 亦有什么危险 总是第一个冲在前面 你呀 玲玲认为自己该说的也说了 该劝的也都劝了 圆经夏实在不听 她也没什么办法 姑娘家大了 有主见了 她也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尽力护她平安 路易尔利过人 玲玲的一番话 她也听在耳里 只是没想到 玲玲居然会劝圆经夏 为她着想 她一直以为 就算当年她入了诏语 可是路加欠他们夏琳两家的 始终还不清 她本想着 玲玲能同意 将圆经夏嫁给她 已经是此生最大的幸运了 不曾想此时 居然还会拥有另一番惊喜 今夏的伤已无大碍 只需要每日换药 我再熬几副汤药来 你督促她喝下即可 玲玲提了药香出来 皱着眉头看着路易 今夏此番 确实莽撞了些 不曾考虑到 你与她二人之间的事 这些日子 让你忙里忙外 上下操持 也是不易 路易 辛苦你了 玲玲面对路易 难得放缓了语言 她如今不过是个担心 外甥女受苦受难的姨母罢了 林大夫放心 今夏在此养伤 晚辈绝不怠慢 更何况 我与她已然过了文书 她便是我未过门的妻子 照顾妻子应当应份 林大夫不必客气 路易俯首 林玲也不知该说什么 岑欢一听说 袁金夏受了伤 难过不已 吵着闹着 要去照顾她养伤 岑玉虽然也有些心动 但还是不忘归劝她 岑玺已经回来了 如今正在聆听路易的吩咐 大人 路易前来探望袁金夏 见她腿上打着石膏 胳膊上缠着绷带 一副可怜模样 不是都说了 让你小心些 这算是为了我也要好好照顾自己吗 如今弄成这副样子 你可是安分了 路易也不想训她 可以想到她如此不拿自己的安危当回事 又不得不冷脸 还好袁金夏是个心思开朗的 面对路易的鼠落 不仅几句话将她哄得眉头舒展 更是在她的连连保证之下 让路易哭笑不得 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 你就好好养着吧 路易摇了摇头 正想出去 却被袁金夏拉住 大人 姨说了 我这腿虽然骨折了 可是用不着一百日便能好 不会耽误咱们成亲的 袁金夏想让路易陪她说几句话 又害怕耽误了她的公务 只能说了这一句 便放开了她的手 成亲可以另选日子 你要将自己的身子 彻底养好才行 路易还能怎么办 这是她看上的人啊 可不能与她生气